主席 那請問如果公投通過了跟你所主張的政策完全相反的話 你要不要負責辭職下台 因為跟你所主張的重大政策完全相反 請陳時中部長跟陳吉仲主委也上來 院長好 今天一開始當然要首先關心的是 現在全民最關心的也是大家最熱門的一個公共政策的話題 那就是三接站在大潭藻礁區要施工的這件事情 那麼現在呢全民的連署在很短的時間裡頭已經破了七十萬份 所以今天首先我要代表國民黨黨團 正式的向蘇院長提出三大要求 第一就是希望三接工程現在立即停工 第二就是請院長公開宣示 如果公投通過了 那麼一定會尊重民意將三接站千里大潭 第三 現在就開始準備提出替代方案 那為什麼是有這三大訴求向院長提出來 希望以院長的高度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公投是民主政治的一個極致的表現 我希望這應該是沒有爭議的 那我們期待這樣子的一個公共政策 由環團提出全民響應 表示大家高度的重視 這對台灣是好事 這麼多人投入公共議題的關切的一個行列 那在這裡面直到昨天委員會去現場勘察的時候 不管是經濟部或者是中油的說法 乃至於環團專家學者的說法 人就是南遠北側互相指控 那環團的指控是很嚴厲的 他們不相信中油跟經濟部的說法 一直說中油經濟部是說謊的 那現在很明顯的這個公投即將成案 到8月28號還有半年的時間 那我們擔心的是說 如果現在中油哇塞 不斷的一直半夜施工搶工 到時候環團們所擔心的 藻礁都被破壞帶進了 投了也是白投 所以我期待的是一個 乾淨的公開的公正的一個公投的程序 讓全民討論 讓所有的資訊公開 讓大家來辯論對話 最後由人民來做一個決定 我不希望政府站在人民的對立面 更何況環團他們的資源 他們的組織他們宣傳的管道 跟我們的政府比起來 真的是小蝦米對大鯨魚 所以我希望在這邊 是不是蘇院長的高度釋出誠意 在這裡不要站在環團的對立面 先暫時停工嘛 停工了以後 如果全民的結果是希望繼續施工 那就繼續施工 如果是要保護藻礁 那就應該要停工 所以第一個 是不是請院長可以在這邊承諾 從現在開始先暫停施工 謝謝委員關心環保的議題 那相關公投 我們都依公投法的規定 台灣已經進入多元民族的社會 大家互相尊重 見仁見智不同的意見 最後公投的結果是怎麼樣 我們都會尊重 那相關的整個現在進行的 有關大潭工程都是依據還品結果 而把當年本來230公頃的原規劃 在蔡總統上任後 縮小剩十分之一 而且所在的位置 48年前已經填地完成的位置 同時很多的保護區的藻礁 昨天大家到現場去看 也保護得很好 那政府務必在保護藻礁 跟維持穩定供電上來負責進行 這一點也請委員放心 這個院長我剛剛很完整的聽完您的說法 那這也是一貫的官方的說法 那因為您不是專家我不是專家 我相信您也是聽中油台電經濟部給您的報告 那現在問題就在於長期關心這一片藻礁的環保團體不買帳 您剛說的說法他們聽很多次了 他們都提出很多的質疑 然後包括施工的工程 並不是像所說的範圍這麼小 現在只是第一期後面還有第二期 現在已經是現在進行式很多的藻礁已經被破壞了 所以才會有今天的公投 那今天我沒有辦法說誰對誰錯 坦白講您也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只希望把所有的資訊公開 讓大家能夠充分的對話跟討論 而不要因為一個公共議題 在全民內部又製造對立 又製造仇恨 首先剛剛我如果沒有聽錯的話 我想請院長再次的重申 就是公投的公投的結果通過的話 院長一定會遵守 不管是萊豬不管是核四 不管是藻礁 反正任何公投都一樣 什麼題目都一樣 只要通過了行政院一定會遵守結果 按照結果去施行政策是不是這樣 政府是法制 我們是法制的國家 公投法都有明白規定 公投的效力 所以我們都會依法行政 好 謝謝院長的承諾 那接下來就是我剛剛的第一個訴求 是不是能夠現在停工釋出善意 第二個 因為如果8月28號 我們誰也不知道會不會通過 那如果沒有通過 一切就開始像您說的 繼續施工 如果通過了 那藻礁被破壞 7000年以上的藻礁破壞 它就回不來 這是沒有辦法回復的 第二就是說 那因為部長 總統一直告訴我們說 以前說不缺電 但現在說很缺電 沒有三接站 台灣就沒有電 所以我們才希望在這裡我提出第三個訴求 你一定要有替代方案 怎麼可以沒有替代方案呢 那如果三接站這麼重要 不能夠蓋在大潭藻礁為了保育藻礁 那要蓋在哪裡 怎麼可以沒有替代方案呢 所以在這邊是不是請 院長我再請問一次 能不能釋出善意的回應 第一 立即停工 第二 立刻提出替代方案 那最後就是大家都接受未來公投的結果 請教院長 委員 當初就是各方評估後 在這個地方是最好的抉擇 我一直講 這不是經濟跟環保的對抗 是環保跟環保的抉擇 院長你不用現在跟我推銷 這個三接站在大潭有多好 因為今天不是我帶頭在反對 今天是環團有意見嘛 所以我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不可能在官方的評估 或中油的評估 他的確是最好 否則他不會選在這裡 但問題是說 有人提出很嚴重的意義 對不對 覺得說這裡大潭藻礁太珍貴 怎麼可能沒有次代的方案 怎麼可能沒有替代方案 當年台電也曾經提出三個替代方案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8月28號藻礁公投很可能順利 過關啊 那到時候你沒有替代方案也不行 難道你就不蓋了嗎 難道三接站就不要了嗎 那你現在是不是應該要超前部署呢 因為你們說缺電我們都會弄幾環肉啊 那你是不是應該現在超前部署 準備替代方案 這樣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呢 委員如果說 這個沒有我還有另外一個選擇 那就等於是還沒有評估好 就是當初也有評估 甚至於台北港也評估過 就是說 這個地方比那裡好 才會選擇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們現在是為了面子問題 所以不要提低代方案 如果通過的話怎麼辦 通過的話 部長曾經講過 這個就是要以天然氣來代美 所以如果天然氣 大坦這個不能順利進行的話 勢必就延緩代替的時間表了嗎 譬如說蔡總統日前講到 院長 蔡總統講到賣療 然後之前有人講台北港 有人講這個 另外還有像這個 基隆的電廠 有好幾個方案 那現在不只三接站 等於有四接 五接 六接 七接嘛 那你現在硬要說其他的方案 都不是替代方案 好像只是要讓老百姓 讓我們沒有退路就對了啦 跟老百姓講說 絕對沒有別的選擇 只有這個選擇 沒有這個選擇的話 你們就只能用廢發電 只能用煤發電 這樣的態度 不是解決問題的態度 這樣的態度 不是解決問題的態度 這樣的解釋不好 沒有說用廢發電 這樣的解釋當然不好啊 問題是現在很多老百姓 都是這樣想啊 我也是覺得很不好 所以我才跟你講 所以委員 院長 不是說今天第一個方案不好 第一個方案很好 三接站在大台 官方說法覺得很好 為了面子 為了不能輸 所以不准被替代方案 我覺得不是的 今天是因為 人民提出來了 不一樣的看法 我們有公投 我剛剛講了 就是說你們不需要變成 站在人民的對立面 然後兩邊在輸贏 我覺得這對台灣並不好啊 我們只是持平講 現在先停工 提出一個替代方案 不是很有誠意嗎 當然你們覺得 三接站最好 盡力宣傳 提供你們的證據 最後公投會結果 有可能 如果你們這麼有自信 還是有可能 最後是三接站 不是嗎 這個我們從2016能源轉 我們一個一個非常用心的在盤點 所有能源的 哪些是要下來 哪些是上來 那像核二的一號 那是不是有四接站 五接站的規劃有沒有 那我們協和 對 有嘛 那就是替代方案 為什麼又硬要說 他不是替代方案 公文說 協和到現在 不是都一樣是天然吸發電嗎 他環評都還沒有過 所以所有的電力設施 他都是要很久的準備 評估了之後 要環評通過 才可以開始蓋 其實這都有爭議啦 這個部長我坦白講 我剛講了 我不是專家 甚至你也不是專家 那也很多相關的學者專家 最近我們看了很多他們的PO文 出來的講法 都說並不是像官方所說的 後面時間來不及啦 反正呢 就是要製造一種輿論 說非三接站不可 現在三接站變回護國神站 以前都不知道這三接站有這麼重要 台灣沒有他能源政策就垮了 現在變成這麼重要 這是為什麼大家無法接受 反正我在這邊 起碼我有接 起碼我有接受到 剛剛院長所說的 不管公投結果 會如何都會 很有風度的接受 那麼至於第一個訴求 第三個訴求 我還是希望院長能夠嚴肅的 認真的去考慮 不要一下子就說不可能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接下來 我不是針對院長個人有問題 而是我剛說了 公投是民主政治的一個很重要的極致表現 當一個高度棘手的公共政策 沒有辦法執政者取得平衡 或者是執政者跟一般老百姓很多的意見是不一樣的 這個時候透過公投充分討論決定 那如果今天院長 不管是萊豬的政策 或藻礁的政策 你所領導的行政團隊 跟公民投票的訴求是剛好相反的 那麼為了奠定民主國家責任政治的範例 請問院長 如果到時候公投通過了 院長會不會 實質下台 以示負責 負起政治責任 委員你剛才就講了 這是政策的公投 不是政治的公投 但是因為萊豬跟藻礁都是重大的政策 光這一次就有四個公投 所以這個政策都見仁見智 所以都會有不同的表達 請問您支持核四還是反核四 請問院長 請問您支持核四還是反核四 請問您支持核四還是反核四 請問院長 您所代表的執政團隊 支持核四還是反核四 我們一直都往揮和家人在努力 那第二個問題 請問院長您所帶領的執政團隊 支持進口萊豬還是反對進口萊豬 我們一直都跟國人同胞報告 在安全容許值以下 所以支持進口萊豬 第三請問院長 你支持三接站蓋在大潭藻礁區嗎 這個政府正在進行 好 那這三個都跟您所主張的重大政策相左 我先請教經濟部長 那如果您也是主張要開放萊豬進口 然後您也是主張三接站要蓋在藻礁區 那請問如果公投通過了跟你所主張的政策完全相反的話 你要不要負責辭職下台 辭掉部長位置 因為跟你所主張的重大政策完全相反 請教部長 那請陳時中部長跟陳吉仲主委也上來 來請教部長 經濟部長是政治任命 我們長官的指示 政務官的肩膀 在哪裡 我們長官的指示 長官請我們繼續工作 我們就為人民工作 我們長官覺得我們 這是事務官 我現在要問的是一個政務官 經濟部長很大 事務官有保障 政務官 來 那我繼續請教陳時中部長 剛剛一樣的 因為像譬如說像萊豬的政策 也是過去衛福部主要推動的 如果公投過了跟你所主張的政策相反 您會辭職下台 以示負責嗎 這個事情是科學的 如果能夠證明說我們的安全容許量下 反正最後就是公投 我剛剛說了 是一個民主的遊戲規則 人民的多數已經決定說 要反對萊豬進口 那您會接受辭職下台嗎 我們的政策對與錯 是在這樣的科學證據下 證明我們不對 會不會負責辭職下台 但是呢 不會因為這樣的一個 投票的結果來下台 那請教陳吉仲主委 我聽到你的答案了 請教陳吉仲主委 農委會 過去一整個會席都在宣傳 進口萊豬有多麼的重要 而且對台灣不會有任何的衝擊 但是如果 絕大多數的民意決定 禁止萊豬進口的話 那您會不會為您的主張政策 被全民否決負責下台 會不會 農委會主要就是 維護所有養豬農民的權益 不管萊豬的公投 會不會嗎 我們至少 在整個產業的競爭 永續提升 一百三十億可以解決 會不會嗎 你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人家剛剛陳平部長都講完 都這樣換你的 所以我覺得 不管是公投最後 怎麼樣 我們還是希望整個台灣的養豬產業 永續經營 更何況現在 所以你也不會下來 那最後請教蘇院長 剛剛三位部長已經表達了他們的立場了 我覺得這個不是面子問題 也不是輸贏問題 這是一個今天才有委員講說 院長在這樣子的一個年紀 重新回到政壇 擔任最高的行政首長 在這個時刻 為台灣的民主立下一個典範 你們全力辯護你們主張的政策 你們執政是多數 我無話可說 但如果公投的民意最後否決了 難道不需要有人負起政治責任嗎 請教蘇院長 委員 一直主張核四重啟 以及當年一直興建核四的馬總統 在封城核四的時候 也沒有下台 他也沒有辭職下台 所以你說他沒有肩膀 我現在在問你 為什麼你真的喜歡馬總統 你跟馬總統是好朋友 那都是政策的決定 我現在在問你嘛 所以你不會辭職下台 我聽到了 我聽到了 來最後請經濟部長回 請陳主委回 我要請教這個陳時中部長 疫苗的問題 來